大家好,我是老师 本来要休息一天打扫房子了 昨天有个内陆的游客他说今天想买点鱼 所以我相信放一下看有什么给人的内陆的游客 今天去放白天了 所以也要带这个货席 有货的话可以装一下 这是今天的早上 那就开船了 今天我不打算放多网 因为要回去打扫房间 所以随便丢一排下去不行 这里有两个人在爬海白 我好久没有来爬海白了 再开一会我就下网了 今天来晚了 这是新网的 要连点水上去才好放 不然新干下水的网太 它清太清了 然后容易抢 吃完早餐一排网不急的时候 海南粉 我们海南的特产 不贵 两三块钱一瓦 那时间到了 现在先拉网了 一开始拉网就中18了 哇 养活养活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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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鱼鱼 哇 几条 哈哈 几条 那边还有一条 拉到来再爽 哇 这边还得一条 哇 这种石头的地方经常 把那个网卡爛了 这是正常的 哇 张鱼 哇 好大一个 好像是死的 时间太长可能 什么的 死掉了 哦 活的活的 活的 活的 还在动 谁他这 哦 下面有个龙虾 龙虾 跟那张鱼在一起的 哦 卡到石头了 就是竟然有这种奇奇特特的货 哎 见证奇迹的时刻又到了 龙虾出来了 哇 漂亮 可能猪猪有个六七两这样子 唱了一个 虫摇记还是什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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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 漂亮了 养活的 啊 今天的收获不错 早知道放多点蛙咯 好几条石斑仔 还有那么大的八爪鱼 还有龙虾在里面 那鱼我们放到深水场去养这些 回家 然后看那个内陆游客还买鱼不 现在回去 哦忘了解咯 这里还有一条石斑咯 这条死掉了随它了 哇哇哇哇哇 船要撞石头了 然后把这条鱼解出来 刚才打电话给老板了 那老板等下就下来用鱼了 哇解出来 解打电话 喂老板 没有那么多 可能有有有个三四斤这样子给 呃有 那些都是活的 那些都是活的 那也有有些可能活性不怎么了 呃四斤大概也就是一百六的样子 四十块钱一斤 我 我就当那个回收给那 我们本地的老板一样的价 卖给你嘛 因为你是常客的 那你经常买东西 哎那好那我全部给你咯 好了 来吧 我们把它先捞上来 好了 哇 哇 怎么搞的那鱼死亡完 哇 败事了败事了 没有鱼给人家老板了 哦是我忘了开深水窗 我只看到有水我就说把鱼倒进去 是死水来的 哇 死亡咯 全部死亡 就剩这个魔鬼鱼 还是活的 看那龙虾 别死掉那龙虾 这亏大了 哇龙虾是活的 龙虾还活的 龙虾的生命力比较强 这是我们船上绑旁 还有绑旁蟹用的红绳子 除了这只龙虾 还有这个魔鬼一直活的 全部都死掉了 要打电话给人家老板了 没有鱼卖给人家了 幸好没有人知道啊 不然的老婆知道死定了 打电话给老板 老板说死了 他就不要了 哈哈 想不到剧情翻转的那么快 我美丽的老板娘啊 没得看 哈哈 看一下货吧 死掉的鱼 什么鱼都有 那龙虾我要水 养着跟那个魔鬼 今天的视频也就这样了 鱼死掉了 要拉到市场上去 给老婆拿去卖了 哎 老板不要死了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好的喝不好的都可以说一下 然后我会吸取你们的评论 会越做越好 干净的拿上去给老婆卖了 对不起了大家